最新的比赛正在直播的2024年北爱尔兰公开赛 八强进四强之一场比赛 由斯莱瑟对战西斯科特 双方对战的第六局 斯莱瑟呢4比1 已经率先取得了赛点 首过了四个赛点 大比分领先 现在打黑K球队的这一杆啊 黑球没能打进 球队还K散了 K散之后不过好在也没给对手留下太好的进攻机会 右侧中带这一刻被黑球给挡到了 所以说只能来拼右上顶带了 或者说直接来纯防疫杆 直接一个薄边打带跑 扔到上方的低分区 我下底下又是一杆长台入手了 换 打进之后 彩球的衔接还是需要一杆准度纠错 现在是领先了44分 利用粉球的锁侧中带 打进之后来看一下白球的落点啊 是 右侧中带稳稳推进 推进之后 咖啡球的优上领 应该还可以继续再来衔接 适合 那现在台面 还有七颗红球 还有83分 斯莱瑟呢 暂时的领先了55分 需要再吃掉两到三套红球 完成超分 而且现在台面的球形呢 也非常的分散 打进之后 再来利用低分值的彩球 过度一干 斯莱瑟跟西斯科特的胜者呢 会在明天晚上的凌晨两点 对战小特跟萧莉莫菲的胜者 冲地杆点位 冲地杆横台滑下来 然后篮球旁边的这个红球 右侧中带 或者右下底带 都有单下 斯莱瑟也是 本次北爱尔兰公开赛最大的一匹黑马呀 94年出生 当前世界排名赛第35位 而现在确定进级到四强的中国球员呢 只有庞金旭一位呀 会在 60 明天晚上八点对战 凯伦尔逊俊哥 现在台面是五颗红球 67分领先了66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超分的红球 出门请一次来见 全面的完整的超分 盘面59领先67 超了8分 需要两杆斯诺克 超8分的情况下 肯定不够希斯科特来人说 需要再来扩大一下超分的优势 挥杆稳稳推进 红球的右下底带 还有一杆中长台的准度纠错 打进之后确保比赛的胜利 这杆打丢了呀 没能打进 现在是被超13分 需要做上四杆斯诺克 希斯科特也没选择运输 这杆弹的有点多了呀 没能叫到黑球 直接来轮了一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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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